大臣島民漂泊到台灣落地生根超過一甲子 把獨特的信仰文化帶到花蓮 而在花蓮市大臣社區的阮碧真君廟是全台灣唯一組是真君的廟宇 一年一度的壽誕慶典更是全台灣大臣子弟重要的民俗節日 而花蓮市長魏嘉賢在11月26號晚間出席的盛會 和大臣鄉親來為阮碧真君暖壽 大臣文化節11月26號登場 下午是由大臣排役比賽為活動來熱身 而軟壁真君祭典則是在晚間6點展開 市長魏嘉賢表示 為了傳承大臣記憶和歷史 今年特別安排了大臣排教學體驗和競賽 讓民眾來體驗大臣的文化魅力 大臣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特殊也非常有趣 在前幾年我們做大臣的美食 到今年我們也有大臣的花牌來課程來安排給大家 大家可以知道大臣的花牌看起來好像跟麻將一樣 但是卻跟麻將完全不一樣 必須要動腦動智慧 所以當我們文官所在辦理這樣的課程的時候 吸引到桃園的大臣子弟 各地的大臣子弟來這邊上課學習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也許我們活動辦得不大 但是它有它的文化比喻 那我們希望未來大臣的文化 大臣相親能夠將花牌傳承下去 大臣社區內的軟臂真君廟市 全台灣唯一主室真君的廟宇 每年散居各地的大臣子弟都會回鄉來慶賀 而施工所也協助社區來舉辦軟臂真君廟慶 希望透過信仰文化 能夠讓更多人一探這個隱身在花蓮市的大臣社區 活動現場有各式精彩表演 還有傳統大臣美食品嘗 大家排隊領取美食 聚在一起用餐聊天 就像是過年團圓一樣 場面相當熱鬧 戒律會歡視報導